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很特殊的 現在雲端運算的技術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所以呢,這種語音輸入的辨識度也相對高很多 那這個是屬於雲端的服務 那這裡有兩個,一個是Google文件 一個是Speech Note 那我順便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平常我上課就會一併傳到雲端音碟上 那剛剛有跟老師提過 我們學校也有那個嘛,Google代管信項 您看一下左手邊,在左手邊這邊等一下它顯示出來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是寫已用多少 對不對,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帳號就是剩多少 我們剛剛講的嘛,這只是奇摩值的問題 好,因為真的 你看到那個數字越來越少,你又開始緊張 就想說要不要買的 好,那這邊就沒有這個困擾 所以平常其實我會邊上我就會邊把它傳送到上面去 像您看到我在這邊,有沒有這邊是不是就錄好了對不對 那我平常上課我會像這樣就是 邊上課就邊傳送上去 那我們在右手邊,老師可能剛剛沒有特別注意到 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延期課程錄影片 所以不用等到我上完課回家 才做這件事情 因為同學在上課的過程裡面 他有不了解的就可以馬上就先看了 這樣是不是就更及時 對不對 因為他也不用怕我被我罵 反正把我嘴背了幾次都沒關係 而且還不會生氣 對不對 他說哪裡不懂,如果同學有問題 哪裡不懂你就告訴他 在哪個地方你們看一下 好,那我們先看這裡 剛剛那個 好,那這裡有兩個 你用Google文件也可以 所以用這個Speechnote也可以 那我先用這個Speechnote給你看 你往下走 就會看到這兩個網站的連結 好 那麼你一進來之後呢 他會請你先選擇你的語系 好,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個語系對不對 那我們就告訴他我的語言是哪一種 那如果你用Google的就不用 因為當初你在申請Google帳號的時候 他就已經知道你是誰了 好,那你找到我們中文台灣嘛 好,這個時候 你就把 麥克風給他按下去就可以了 第一次的時候他會要求你 存取我們的那個麥克風 好,因為這個是路後端的嘛 所以要有適當的權限 我們現在 就用 線上語音輸入 來做文字的 是因為在開一個網頁嗎 對,他就是一個雲端服務而已 所以他現在只要麥克風這邊沒有停 他就會繼續幫我們做辨識的動作 所以這個也要另外再申請帳號嗎 不用,這個完全不用帳號 所以是從這裡去連嗎 你只要找這個關鍵字 Speech Notes就可以了 在這裡 有一個叫Speech Notes 這個網站 那您從我部落格的文章上也可以看到 好,這是第一種 這個是用這樣的方式 那你跑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裡有少什麼 少標點符號有沒有注意到 有對不對 你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標點符號 右手邊 所以你現在如果是要用電腦 電腦來做輸入的話 你就是滑鼠,點到那邊就打一下 點一下他 就 因為老師 如果你平常是用註音輸入吧 會有什麼 標點符號的困擾對不對 可是 像我用無蝦米的 無蝦米眼 就沒有這種困擾 所以如果說您在打的過程裡面 有需要的話 你就在右邊點一下 右邊點一下 就可以把那個什麼 內容打進去 因為他每個段落之間有沒有 他會把你控開嘛 那你就 郵標就可以直接放在這裡面 這裡 然後就點一下 鬥號 是不是就加進去了 只不過這邊的鬥號是半型的 這邊的鬥號是半型的 那 其實他們辨識度是這樣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他不只辨識一次喔 他會辨識兩次 為什麼 第一次是質疑 第二次 他會利用雲端的技術 做什麼 羽翼的整段判斷 所以當你講完一句之後 他會再把這一句再重新翻譯一次 好 確認一下這樣翻譯適不適當 適不適當 那這是用這個Speech Note 我們用這個給他 稍微參考一下 如果您用的是Google文件裡面的 這個 有沒有這個叫Google文件 對不對 你看我把它點進來 好 好 在這個裡面呢 有一樣的內容 一樣的工具 好 您進來之後在哪邊 可以找到它呢 在工具這裡 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有一個叫做語音輸入 有沒有 就是這個齁 你把它打開就可以用了 打開在我們左手邊 是不是就把一個麥克風出來了 好 那在這邊呢 你還是要注意一個地方 請問Google有沒有註音 沒有沒有那個標點符號 有 在這裡 你看這個小小的地方 在註這裡齁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手寫輸入 它不是用註音的 它是用手寫輸入 你只要這個按下去 有注意到下面是不是這一排 就有注意 這個標點符號了 它這邊是全形的 它這邊全形的齁 那我們一樣來試看看喔 好 你看 我們直接 這個是不是有打錯 對不對 你就稍微修正一下而已齁 我把這個稍微檢視稍微放大一點 好 這樣老師看得比較清楚 那反正錯了 你就再重新調整一下 再點一下是不是就OK了 今天來到金門大學 應該還不錯吧 一般性的那種辨識 應該都沒有開到問題 但是專有名詞 可能就 可能就會 需要 您手動再做調整 因為即使我們打字再快 手會痛 也會痛 像我自己來講 我平常打字大概二三十個字以上 可是 你真的要打很快 你是不是也要想很多嘛 那我如果能夠用講的 其實 就能夠解決不少問題 那 除了這個以外啊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篇文章 是講什麼 講在手機上的輸入法 手機上的輸入法 現在也有這一種 而且它會連標點符號都幫你存背 好 所以 因為現在幾乎大家怎麼樣 你看在這裡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 剛剛您看到的是這個輸入法 對不對 這裡 剛剛您看到的是這個 這個 你看下面第八個 第八個 最近我用這個叫訓飛中文語音輸入 它是連逗點符號都幫你加進去 而且 因為在行動裝置上 我就不相信行動裝置大家打字能夠多快 再怎麼快 都這麼有下 用寫的會不會比用打得快 我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您可以參考 那我部落個文章上面寫的還蠻清楚的 所以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是大家 其實現在因為幾乎手機不離身 所以 可能有些時候 您需要做一些比較文書式的這種輸入的話 用它就方便很多 那您看一下這裡 所以 我有錄影 我有錄影 我把它切到這邊來吧 好 您看一下囉 今天 有看到一則很有趣的新聞 所以 現在 有沒有發現 豆點環化自動加進去 不停下來 如果 已經說完了 請按下 說完了 這樣可接受嗎 那麼在變速的場面 一定難免會有錯對不對 它有那個 你看一下 它還是有收音 因為這是對岸的嘛 它沒有注音 那怎麼辦 你可以重錄一次 就是重錄一句 或者 你把它切換到什麼 手寫辨識 這樣至少 你寫的字是不是又少很多 你看 把它拿掉 是不是又自己再弄一下 那它本身 像下面這些標點符號啊 這些其實 都有 中英文的切換也都OK 得差 你不要注意一下 萬一標點符號不符合我們的需要 也還可以換一下 你知道嗎 直接來做修正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對我們平常生活上來說 其實確實是還蠻方便的 當然沒有連線到雲端 它的辨識度正確率會更高 因為如果你沒有連線的時候 它就是第一次比較屬於質疑的 就是比較質疑的 所以那個辨識度會稍微 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 有連線狀態是這樣 效果會更好 不是這個語言的部分有限制於中英嗎 沒有 它就是 原則上 中英應該都還好 對 就是 如果你是其他語言 可能就比較 但是英文現在幾乎是標準的 就是不管你是Google的 還是那個 像這個訓飛 還是我剛剛 雲端的服務 你只要是英文 原則上 不是那種一整串的 大致上都還OK 所以